一群工人正准备拆除废弃的海军住宅 地面却突然出现一个深坑 工头还以为发现了宝藏 急忙叫停挖土机 然后拿着手电筒上前查看 没想到的是 里面居然是一具水润的干尸 根据摄像机传回的画面 在干尸的旁边竟有一条隧道 通向不远处的废弃房屋 在房间的地下室 托尼找到了那具干尸 尸体身穿着白色婚纱 双手被铁链死死锁在床头 墙上有通通系统 所有日常用品也十分齐绝 看来死者生前被人囚禁在此 墙上的铁钉向左弯曲 凶手很可能是左撇子 从风干程度判断 死亡时间在几个月到两年之间 不过据警方所知 这座房屋已经废弃了五年 最后的租客是一名少校 五年前带着一家人搬到其他城市生活 迄今为止再也没回来过 此外凯特在桌上发现一本好主妇指南 推断凶手应该有强烈的控制域 地下室的材料非常特别 在这个地区根本买不到 而家具多数来自五十年代 现在也已经基本停产 这很可能来自救火店 追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经过详细的尸检 得知受害者是一名白人女性 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 死亡时间在一年左右 死因是不明原因的窒息 手指有佩戴戒指的痕迹 上面的伤痕 说明戒指曾被粗暴地扯下 尸体上没有明显被侵犯的痕迹 那么凶手长期囚禁死者 到底是抑郁何为呢 艾比在死者的婚纱上 发现各种纤维和甲虫碎片 灰纱属于五十年代的产物 上面残留大量DNA样本 根据DNA的检测 得知死者名叫小美 一名二十二岁的海军中士 在一年半前离奇失踪 也就是说 小美在死前被囚禁在地下室长达半年 这样看来 最后的房客就没有嫌疑 凯特对凶手进行了测写 她是一个心理变态 童年可能被父母虐待 长大后就想通过囚禁受害者 创造出完美的婚姻 同时她的控制欲极强 显然小美的做法 没有达到凶手的预期 最终被凶手遗留在地下室 活活饿死在里面 重要的是 凶手的这种心理病态 会驱使她再次作案 直到找到完美对象为止 这意味着 还有受害者正被囚禁在某处 艾比从甲虫碎片上 发现这是一种本土品种 只生存在弗吉尼亚州 艾比猜测或许是凶手踩到了她 之后就被带进了那间密室 可弗吉尼亚州这么大 周围更是有多处海军基地 根本不确定凶手就是基地的人 还是说只是过来旅游 吉布斯认为 如果周边的基地 没有再次出现女性失踪 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过来旅游 反之就证明凶手也是一名海军 果然卖机查到 一名叫朱莉的中士 四个月前也突然离奇失踪 情况与小美非常相似 都是上班途中不见踪影 并且两人的年龄 以及外形都特别相似 显然是同一凶手所谓 吉布斯文严厉马调派直升机 搜寻基地附近的荒废区 通过人体热量反应 很快便发现一处可疑的地方 可打开门之后才发现 对方也是一名士兵 不过只是在这里种叶子赚外快 并且警方里里外外搜查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于是吉布斯带着凯特 找到了朱莉的室友 从她的口中得知 朱莉生前非常想要结婚 甚至经过七七六十九次相亲 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爱人 她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本来朱莉是想去找医生咨询一下 但因为咨询费实在昂贵 只能选择随军的牧师倾诉 果然牧师表示 朱莉确实找她倾诉过 说自己精神上一直很孤独 所以经常出入酒吧与男人相遇 想借肉体上的满足 看能不能找到完美的结婚对象 当时牧师也劝过朱莉 不要沉溺于这种迷烂的生活 可对方就是不听 似乎非常享受这种快餐式的爱情 不问工作 不问名字 只体验这一碗的快感 从牧师的话中 可以推断出朱莉的爱情观非常矛盾 与凶手极其相似 都想寻找精神上的伴侣 根据失踪时间 判断凶手应该在半年前左右 才从别的基地调到这里 加上对方可能还是一个左撇子的信息 托尼很快就从基地人士调动档案里 查到此前询问的牧师 刚好在六个月前 从别的基地调到了这里 并且他就是一名左撇子 更巧合的是 爱比在小美身上收集的纤维 正是牧师的祭祀衣服 种种迹象表明 那名牧师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然而等吉布斯再次赶回基地时 牧师竟主动开枪自杀了 难道是牧师已经知道秘密彻底被爆 于是选择畏罪自杀 但如果牧师真是凶手 如今他已经自杀 那么朱莉到底在哪里呢 随后三人对牧师的家进行了搜查 在衣柜中发现了一台相机 不过并没有发现照片 判断是牧师将那些照片藏了起来 托尼想起自己小时候 经常在唱片机中藏东西 说不定牧师也会这样 果然在唱片机盒子中发现一本相册 但里面的照片 直接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看来在小美与朱莉之前 牧师就已经用同样的手段 杀害了多名女性 然而直到现在 警方都没有发现其他尸体 通过调色放大照片 艾比发现一张照片中的背景部分 似乎是一扇门 而门上的这种蚂钉 一般出现在军火库中 根据这一线索 吉布斯很快锁定一处废弃的军火库 然而这里有几百个隔键 几人只能一间一间慢慢寻找 最终在通道的尽头 托尼发现了失踪的朱莉 但他看到来救援的托尼 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询问起牧师的情况 托尼一时不知所以 以为他在怕牧师杀人灭口 只好通知吉布斯赶来 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好在吉布斯及时赶到 而此时的朱莉已经拿到了枪 显然朱莉的表现 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此刻的她 已经对挟持她的牧师产生了好感 而朱莉与牧师本是同一类人 她宁愿被挟持 被关押 遵从牧师的所有指令 就是为了讨好她 以此找到精神上的爱情 但牧师的做法 却是十足的心理变态 无数条生命惨遭毒手 仅仅就为了满足她畸形的爱情观 或者童年的阴影 这老美还真是够变态